清晨駕駛高速开在马路上 完全无视前方还有其他的车辆 直接冲撞机车骑士 照事后却没有停下来 警彩油门又往前连续撞了两名骑士 直到冲进路边的民宅 180度大回转才停下来 原来这名驾驶酒后开车 酒测值高达1.29毫克 造成一死两伤的惨状 高等法院二审改一杀人罪 判刑12年 但受害家属还是无法释怀 我不是只有承受受伤的后遗症 生活上的不便 该负的基本的责任而已 你说诚意 他怎么样多少 我都都没有我要的诚意 2018年9月 Uber驾驶郭俊逸酒后开车 回家途中疑似为了躲灵检 闯红灯暴冲 连续撞机车骑士 造成一死两伤 一审法官依照公共危险 酒驾致死判刑8年 但二审法官认为 驾驶撞了第一个人 明明知道可能撞死人 却还继续往前开 造成一死一伤 决定改判 依照杀人罪 判12年徒刑 那当时被告就是为了要尽速逃离 造势现场 才会继续高速的前行 可见被告在此时已经具备有 即使再次撞击他人致死 也在所不惜的心态 酒驾撞死人 完全不觉得有错 亲友还向媒体呛瞎 从头到尾 造势驾驶的态度 都让家属无法接受 就算二审加重刑期 也难以抚平 心中伤痕 记者简红旗陈一如台北采访报道